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纹数量代表着荒兽的等级 金纹的颜色深浅代表着他们的境界 这竹关蛇原来只是中平二级境界 并非是上平二级 我判断错了 快过来对付这小子 来吧 让我杀个痛快 不枉我这半年来给你演练 领悟力不赖 要是来一条强大一点的家伙就好了 这几条还不够看呢 想要大家伙是吧 那就来一条大一点的 小小人主也敢翻我的地盘 我活剥了你 兽王殿下 我真要把他吃了吗 吃得了是你的本事 上吧 这 这是三级猪关蛇 不是要大家伙吗 怎么逃了 快追上那小子 别让他逃了 是 兽王殿下 龙白尾 伤王殿下 虎王殿下 尽王殿下 虎王殿下 与王殿下 尽王殿下 …… 他 担气 力量不错 但想要伤我还嫩着呢 哦 是这毒 狐焰 鸡褚刀绝 黑包 哎 连使诈都不知道 真是条蠢蛇 死了也活该 不好 是中毒了 几毒菱花 哎 有人来了 这回更好玩了 那边好像有人 不知道是哪一村的人 看能不能捡捡县城的便宜 不要大意 这片竹林肯定会有荒售 我们这次任务 不一定要抢到小龙头之位 但一定要进前三甲 所以要小心为妙 大哥 你怕什么 我觉得我可以抢个小龙头到他 好大的一条竹关蛇 脑袋被斩了 那边还有几条竹关蛇的尸体 真是好厉害 他 他是龙头村的姬小发 他就是姬小发 你是那个自称姬水部落第一的天才 龙头村的姬小发 姬水部落十八个村落 你们是哪个村的 我们是司马村的 我 我叫司马虹 这些蛇 都是你斩杀的吗 对啊 既然这样 就把寿经都教出来 免受皮肉之苦 我靠自己拿到的兽经 你们这么明强 也太不要脸了吧 就是 不要脸 在磨炼之地 咱们就是竞争对手 不是你抢我的 就是我抢你的 最后才能 拳出小龙头是谁 识相 这你也反抗 诚生哥哥不疼不疼 人家给你揉揉 把你手拿开 可恶 一天之内遇到了五波野兽 我才认识不给面子 果然谢小发说的一样 是他的存在 影响了黄兽 也不知道 他现在怎么样了 少了他 才能得到更好的磨炼 我们还是快去 与小发会合吧 快跑 快跑 跑什么跑 你是队长 带领我们杀工他们 你是队长 还是我是队长 我现在受伤了 战力受了影响 必须先避其锋芒 懦夫 快逃吧 狼青来了 怕什么 妹妹 可我伤 这些都是积分 莫哥哥 这 还要抢我的兽精吗 不敢 放过我们吧 放过我们吧 既然认输了 就将身上的兽精交出来吧 你 你刚刚不是还说 都给你 那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当然 等等 这 这样也不是办法 我们分开炒 分散他们的注意 跑 小蜂 炒的肉也太好吃了吧 好吃好吃 就这点手艺令本公主满意 不要急 不要急 还有还有 不够我再给你们考 鸡小发 你是个好人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该回去找他们了 小发 保重 小白过来 带我去找他们 别调皮 天黑前找到他们 不然他们会担心的 急什么急 把本公主喂得这么好 要是肥了 你麻烦就大咯 这 这上面的事 莫非 是陈灵珠 不愿是灵珠 灵气居然这么充足 救命啊 救命啊 是鸡长生的声音 强盛 哥哥摸泡摸泡 我来保护你 我来了 是小发 西长生 你还是个队长吗 翠香姐受伤了 我是队长 我是最强大的 杀 这些禽兽 入侵我们的家园 都该杀 庞生哥哥真帅 弱者哥和弱水姐呢 刚才遇到了狼犬围攻 我们逃散了 一起收拾一下 然后去找他们 对不起小发 都是我太自大了 我对不起你们 我会少回弱者和弱水的 长生哥 现在说这个也没用 见到他们再说吧 希望他们没事 小白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 他们是往那个方向去的 那我们走吧 相信 一定可以找到他们的 哥哥 我们快退 否则来不及了 该死的 都怪我太忙中了 鹿水 你跟着我 我给你杀出一条血路 你 我不会独自逃的 我们 我们都找了三天了 要不 我们先去古猎殿吧 那里是我们最终决战的地方 也是出去的地方 他们估计已经到那里了 去古猎殿 他们会过来的 好 不好 我们快逃开 你们退后 小范 这是 这是特制的花粉 是丰兽最喜欢的 是蜂巢 大不知物啊 这个是我们的战利品 队长 你可要拿好了 我不要了 小白 把他们赶跑 真是的 当本公主什么人了 讨厌的风兽 就给我滚吧 把我们的风巢留下来 顺便把兽盒也一起留下 是江市村的江子林 与江丽图 你们两个叫板我们 蜂巢是我们发现的 你们归还我们 理所当然 你们的兽盒也是我们的 那先问问 我的剑吧 那先问问 我的剑吧 别啊 超神哥 你 是 软七三 你们好卑鄙 现在发现太迟了 靠着下山了的手段 就想要夺人果实 你们还真是不要脸 蒂小发 你 你没住软气伞 哼 让你失望了 来到这里之后 我没有一天放松过警惕 你们这点小手段 太嫩了 这里头有血毒草 可以接软气伞的毒 哼 就算你再厉害 也要倒霉 你 你 你 小发小心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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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着 小发 放心吧 不会对下你们的 嗯 不能这么算了 不能这么算了 你想怎么样 哼 哼 好可怕的叫声 这 这是尸兽 肯定很强大 三级 绝对是三级皇兽 我们可走 长生哥别怕 俺最想保护你 我 我用不着女人保护 小白 这不愧是你搞的鬼吧 你 斩了你这个大鬼头 催人士 来 妈 你 fragrant 啊 哎哟 Nitake 下 啊 小鬼 你找死我 这也太不讲义气了吧 来来来 吃了这个小鬼 还敢反抗 你找死 什么的小鬼 我要将你活死了 基础刀绝肢 消防好厉害 居然可以与三间黄兽战斗 西瓷香 你能不能从我身上挪开 你快把我扬断气了 超声哥 对不起啊 你快把我扬断气了 你快把我扬断气了 救不及与我正面战一场 好 咱们正面一战 准备我别躲开 笨狮子上当了吧 你这个黄猫狮 也不过如此 当我的坐骑都显弱 原来这狮子这么弱 看来 只是二级黄兽而已 如果我趁机出手 那战果不就是我的了吗 超声哥别去 那是三级黄兽 太可怕了 你人懂什么 就算是三级黄兽 我也能杀 没想到鸡脚发这小子 连三级黄兽都杀了 这次算他们命大 废物 哇 长生哥好英勇啊 长生哥 你好威武 好厉害 把三级黄兽都杀了 你别碰我 我将得给宰了 我果然是最强大的 你 还不快给我把兽回锁取出来 队长 你这么随意指挥翠香姐 不好吧 你管我 谁才是队长 谁才是杀黄金狮子的人 翠香姐 这个送给你 尽管人家很漂亮 但人家只爱长生哥哥 小帅 你还是留着送给若水的丫头吧 啊 这 这是半生金狮花 可以修炼金灵器的灵药 嗯 是半生金狮花 可惜 还没有达到灵药级别 但也很合适 翠香姐 翠香姐 在我们中间实力最弱 有了她 提升实力不在话下 既然她怕误会 那就算了 队长要是把花送给翠香姐 我没有什么意见哦 给你 拿去 长生哥 你对我真好 快点收拾一下 我们要赶路呢 刚刚在黄毛师的身上 发现了这些东西 划算划算 小花头 古猎殿中 由我们部落先走留下来的船程 只要我得到船程 我便是部落第一强者 各个村落中最强的几个天才 应该已经到达古猎殿了 我们这三人 代表了龙头村最强的战力 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去 那就未免太过丢人了 可惜 磨练还是太少 凭借我现在的实力 见到父姐还是太难了 你要磨练 那就给你了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连三级黄兽都出来了 这狮子虎虎 我怕连二级中品黄兽都不是他的对手 长生哥别怕 我已经将那羽珠 在山天树花吸收炼花 我来保护你 我给你们吸引黄兽 你们先前往古猎殿 那我们先走了啊 长生哥别跑这么快 等我保护你 这也太干脆了吧 可恶 全部都是三级中品黄兽 小鬼 你逃我 不要留情 本公主不会怪你的 我要把他丢起来 替我家孩儿当食物 来吧 你们这些荒兽 看看到底谁是谁的食物 我怕我怕你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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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给我滚下来 受死吧 受死吧 她是我的学务 谁抢刀就是谁的 弹石刀法第一势 抵裂痕 抵裂痕 熟了熟了 青烟狼的青烟火力 怎么会这么厉害 小发怎么会没事 换作别人 早已被烧成焦炭了 可以吗 可恶 一定要吃了你 但我不撞死你 谁怕谁 回来呀 你们不过是我的烤肉罢了 这是 这 这怎么可能 小发的实力 在跟他们的对战之中 变得强大起来了 是洞察天赋 莫非 是我的智慧之光 再度觉醒了吗 太好了 先宰了你这个小猪崽 前面 在这边 我赢了 我杀了两只三级狂兽 好痛啊 我还以为真的是铁打的身子 一点都不疼呢 小白 我是不是很威猛 是不是很崇拜我 我记得来了不少人吗 这么多个个村落的天才 近来的竟然不到十个 这个比赛还真是残酷 既然都来了 就将你们身上的兽盒 都交出来吧 你以为你是谁啊 让我们交就交 雨天 你的口气太大了 在古猎殿前不允许战斗 吓死我了 怎么这么多三级狂兽啊 差点没跑掉 都怪你跑了太慢 连累了我 是是 都怪我都怪我 对不起 这个女人风鱼壮士 看她身后的伏兵 还有那么的威势 龙头村的人来了 姬小发居然不在 看来她真的不行了 你是姬长生 我就是姬长生 你就是雨水村的 那个什么天才 就一个小白脸呢 还不够收拾的 龙头村的家伙 统统都是废 你说什么 没错 我就是雨天 不想被揍 以后就把兽盒拿出来 好大的勾担 敢这么对我说话 看来你皮痒了 需要我来叫醒叫醒你 林仔 叫醒他 喂 咱们说好单挑的 你怎么都用异兽做技能 太没有道德了 还不可以过来保护我 催人士 催人士 这是死胖妞 就凭你 也敢跟我水汽淋斗 做梦 完了 死定了 新轮车 我能吃 谁 你 我 Sultan 我 我 你 我 那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這還丟人了 不要殺人 是 主人 對 對不起長生哥 我 我不是他的對手 真是廢物 要你何用 你那麼厲害 怎麼不自己上 上就上 誰怕誰啊 你自己說 我也是終極麒麟境界的強者 怎麼可能輸給你們這些不入流的垃圾 長生劍決 太好了 是長生劍決 那可是長生哥哥從小修練到大的黃皮工法 這下贏定了 左旋指 左旋指 不堪一擊 你 怎麼破得了我的攻勢 一個是掌性 再加我一招 長生劍決 十三劍 這個雞長生 實力很強 居然可以靈氣外放了 哼 二級命輪 而且是中品競技 難怪口氣這麼大 我 為什麼你能這麼輕易破我的招 滑而不實的招漏洞百出 也不知道誰給你的自信敢來挑戰我 把獸盒都交出來 否則我不介意 再給你一點顏色瞧瞧 可惡 長生哥 浩瀚不吃眼前虧 我 要不是為了照顧你 我就不會消耗了這麼大量的靈氣 你不會這麼輕易地輸了 都怪你 是是 都怪我 都怪我 是我沒用 是我沒用 既不如人 就怪女人 真是鬧重 這就是龍頭子的隊長 果然是廢物 可惜姬小發不在這裡 若是在這裡 他也會如這個廢物一樣 被打得找不找北了 要是小發哥哥在這裡 絕對不會敗的 兩個手下敗將 居然也能走到這裡 把獸盒都交出來 不 不要殺我 離我遠點 滅得髒了我的劍 我滾 我馬上滾 不要殺我 廢物 雞若水 識別三日 刮目相看了 大半年前 你連命輪都沒覺醒吧 想不到現在都開啟了二級命輪 很好 這樣才有點意思 看你哥哥的模樣 是中毒了吧 他中毒很深 需要救治 沼澤惡之毒 麻煩大了 沒有辦法了嗎 只要你能救我哥哥 我身上的事我喝全給你 我的解毒丸 只能暫時壓住他身上的毒性 三天之後 如果沒配出真正的解毒藥 他必死我 喂 你是不是耳聾了 沒有聽到我的話嗎 要打就打 我沒心情和你廢話 好 這可是你自找的 你嘗嘗我的厲害 你別假拳第一勢 你心疼鐵馬 你心疼鐵馬 蜜水進決第一勢 蜜水浪潮 只能在這大半年那就追上我 我 现在知道差距了吧 把身上的兽盒都交出来 不行 这可都是哥哥 用性命换来的兽盒 铁牛好 别猖狂 我就猖狂 有本事你来咬我呀 你 不给 那我只好亲自来拿了 这兽盒已经是我的诊经了 你要拿 也得问问我同不同意 滚开 少管闲事 好霸道的力量 她可是追凤村的凤女追童 能不强 追童 真要替她出逃 我说了 这些兽盒是我的 你不能斗 而且部落的人不能自相残杀 你已经打败她了 就足够了 还想杀了她吗 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 你先救救我哥哥好不好 我也想救她 可是在这里 我没办法替她配出解药 热水姐姐别哭 不是还有我吗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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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水姐姐别怕 万事有我 热水姐姐不哭 我先看看若哲哥 赵泽恶毒 真是霸道 若哲哥身上的毒 好像有缓解 是扶过了解毒丸了吗 是追童妹妹帮的吗 我给她扶了普通的解毒丸 只能给她争取三天的时间 谢谢你追姑娘 热水姐姐别担心 这毒我可以解 给我一点时间就好 沼泽恶之毒何其霸道 你千万别乱来 放心好了 我不会乱来的 我学过一点医术 恰好可以对证解毒 关蛇草 这可是剧毒 你是准备 以毒攻毒 这两种毒 并不是对冲之毒 根本不可能 做到以毒攻毒的效果 只会加重 它的病毒之躯罢了 单纯的以毒攻毒 肯定不行 但是再加上几味药 和针灸躯毒 即可了 疯子 你这样会杀了她的 热水 你还不阻止小法 我相信小法 一点有余 人体本能可驱毒 皆因抗力微弱 抗力增加 鸡刺药学 输其血脉 并可自行驱毒 弱水 小法 我 弱者哥 你忍着调息一下 以毒攻毒 虽然有效 但还会残留毒素 你得自行调息 将毒素统统排出来才行 真的好转了 你是 怎么做到的 这 还真是火灵犬 居然舍得用来救人 火灵犬 给我看看 这是救人用的 别乱来 否则对你不客气 好了 若这哥很快就可以恢复了 你很大方 换做别的人 早就偷偷藏起来 自己用了 吉小法身上 肯定还有剩下的火灵犬 我们正好联手抢过来 凭分如何 又是个蠢货 野牛豪 你这个手下败将 还想要火灵犬 胆子肥了是吧 我们中平启灵金界的铁牛豪 竟然被他一拳给呼飞了 再敢对我龙头村的人出手 我可不会再对你客气 杀了他们 前面就是鼓烈殿了 别再浪费时间了 赶紧一起开启鼓烈殿吧 嗯 是时候开启了 我数一二三 就将灵气 挂入石门开启 来吧 一 二 三 发力 太好了 鼓烈殿一百年开几次 机会难得 我 我马上就能成为 鼓烈殿的传承者了 百年的传承者 终于再次开启了吗 我 我 我 未 过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